高票连任第二十届基隆市议会议员的现任国民党籍副议长林沛翔 在新一届市议会就职以及选举正副议长前夕 抛出震撼弹 在国民党提名正副议长人选前夕 宣布退出这次的正副议长选举 陈蒙我们所有市民好朋友跟长官 尤其是蔡旺连蔡议长的协助 所以过去四年沛翔努力的 认真的做出一点成绩 但是 佩翔真正想做的 我自许是一个老师 我自许是一个扶持年轻人的领袖人物 在这方面 有时候佩翔常常觉得会利有不歹 我想好好的帮我们的扶持我们的青年 我想好好的帮我们的基隆的交通 帮我们基隆的产业 让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基隆人 能够早点回家陪陪爸妈 甚至是说就留在基隆上班 这是佩翔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 这是我的终身置业 而这个跟坊间认为的副议长的任务 似乎有一行点的插入 所以说 佩翔这次把副议长的位置放下来 当然也是因为这次的议会选举 那我们国民党没有过半 而为了大局考量 我相信基隆有更多不同的人才 让我们的议长提名人去掺着 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让议长的提名人去竞争 让本党在这次能够把我们的胜算最大化 所以在这边 佩翔一方面是为了说 想要把我自己的志业 也就是把基隆的年轻人带起来 把交通带好 把产业带好 另外一方面 也是希望说 寻求本党在这一次议会选举 议长选举上面 胜算最大的可能性 所以我在这边佩翔宣布 不再连任第二十届的副议长 同时之间也会全力支持 本党的提名候选人 议长副议长截然 在退出正副议长选举之后 会不会参加2024年的立委选举呢 林佩翔表示不排除 未来会继续往这个立委方向来迈进 我现在还在谢票 那我深受我们安乐区好朋友的照顾 很荣幸的能够两次都获得大家的肯定 所以我现在还在谢票当中 但是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如果有机会 能够让我的服务范围扩大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基隆 所有人的就业 可以让我们基隆所有人的交通更便利 可以让我们基隆 在国际之间 能够看得到 那佩翔会很乐意 去做好这样的工作 早在前两天 记者就捕捉到 林佩翔已经和幕僚开始收拾在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室的物品 几乎已经清空 准备让给新任副议长进驻 不参选新一届正副议长选举 早已经下定决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